一辆轿车开过去仔细看 开过去的同时突然掉出不明物体 一辆辆车经过根本没人发现 随后一名外送员经过一个大回转 赶紧把东西捡起来 15号晚上9点多 一名外送员行进花莲市中正路中华路口时 发现地上散落千元钞票跟一包新水袋 而其他路人看到地上钞票也帮忙搜集起来 外送员随后赶紧将这包新水袋 拿到邻近的中正派出所 我在前院前走前 远景立即联系车主 但车主工作繁忙 一度以为是诈骗电话都没有接 最后事隔两天 车主自己发现钱不借了 才想起前两天被他当诈骗 忽视的电话 赶紧跟警方联系 养家的薪资就让不翼而飞 让他心急如焚 后在热心民众和远景的协助下 也顺利地将男子一世的薪水找回 总金额约新台币一万余元 本所立即掉月监视器 发现掉落新之带的车辆后 立即通知施主前来认领 经清点无短耍后发还施主 这次幸亏遇上的是热心民众 若是被侵占找不回来了 恐怕会气愤又自责 记者刘吉娇李廷熙花莲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